大家好,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收看桑普論證的節目 今天講Facebook禁言的問題 講起我們是苦主之人 講一下最近發生什麼事 有些人比我更加苦,更加受害 反送中攝影集,鐵文曾租下架 台灣書店Facebook專頁突然被禁止發帖 新聞樂園是由香港立場新聞和張學騰的Facebook 有13萬人,即130K的人追蹤的台灣書店 Moom Bookshop Facebook的專頁在15日 突然被Facebook取消專頁發佈 無法再使用 店主張學騰發文章指出 是被Facebook莫須有的罪名定罪的 Moom Bookshop的店主張學騰在文中指出 甚至Facebook審查嚴格 專頁曾經被多次警告 一直以來都避免宣傳含有暴力和情慾的書籍 而在這個攝影作品當中 暴力與情慾的主題並不罕見 但他認為這些作品並未鼓吹違背秩序 反倒是作為一份紀實與反思的文獻 他質疑Meta所屬的Facebook 立志作為世界上最和諧的社群 往後的元宇宙 你只能在裡面看貓貓、看美食 告訴大家 不知今天的夕陽有多漂亮 以後你的人生多美好 當然就是說 這樣的世界才令我們感到恐懼 我們連嘗試 對社會現象做警惕和檢託的機會 都可能會失去 在這篇文章裡面 張學騰騰曾經貼出過 多過以往遭到Facebook警告而下架的商品 包括 《反送中攝影集》 《香港2019》 書中都是和和平抗爭有關的畫面 和香港的街景 但被指包含血腥暴力影像而下架 荷蘭攝影師Edvan Der Eusken的經典攝影集 《Love on the Left Bank》 《左岸上的愛》 封面中有個女子看著鏡中的自己 Facebook就指 《產品含有大麻》 《違反社群守則》 《因而下架》 《反送中攝影集》 《反送中攝影集》 《通往自由之路》 這班人大家知道 就是勇武派 有很多人 戴著家具 戴著家具 戴著一半 是不是Violence 那你說Violence 那這班人怎麼算呢 另外這些 在書後這些 那怎麼算呢 這個《反送中攝影集》 是整個Facebook專頁放在Facebook上 難道你要這樣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Violence 你不讓它下架 即是 什麼叫做社群守則呢 本來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東西 Trump的時候說過 如果你 要去審查言論 你就要為每一篇貼出來的言論去負責 任何的誹謗 任何的侮辱 任何的善息聲 任何的暴力 任何的色情 Facebook要每份負責到底 如果你Facebook 不審查東西的 你就不需要負責 好像以前Parler 就是英文叫Parler 法文就是Parler Speak 這個App裡面 基本上不審查東西 也不需要為它言論負責 這個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你戴得這麼大頂皇冠 你就要做回那件事 你既然審查言論的話 就是為它言論負責 小弟呢 最近也被禁發言 禁發言的原因 是禁發言論七天 是由今天早上開始 去到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早上為止七天 你在Facebook看不到我的 今發言是橫掃散我個人的帳戶 我不可以Post 不可以Comment 不可以Add人 進來做Friends 或者Followers 什麼都不行 而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已經禁到被人笑了 我禁到自己都偷笑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貼了一個Post 我轉發一個Post 然後寫了幾個Comment 轉發是Fox News的Post 因為呢 發覺到呢 拜登就找了這個 Carmen Harris 就是哈利斯 就是副總統 去管這些 墨西哥 邊境的那些所謂的難民問題 發覺到呢 雙方是有這個嚴規 因為呢 就是哈利斯告訴她 她處理中美洲 中南美洲 拉丁美洲 這些所謂的難民問題 基本上不是她的專業 你為什麼要找我這個副總統做事 那我就寫了一個Post 那個內容都說到 德州的人呢 開始慢慢覺醒 原先投給民主黨的支持者 開始轉向支持共和黨 因為她發現到 現在的拜登政權 並不是她喜歡的一些政策 這一幫德州的人 他們原先是投給民主黨的 但是發覺到 哇 原來你是無厭雞籠 放了那些人進來 很多那些非法難民 墨西哥越言不絕地擁有 德州的人呢 叫苦連天 跟著呢 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好了 去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德州人開始變了 那我寫一句話就是 美國人 就是說呢 笨到這個地方 都知道呢 是要改變 就是make a change 原文的意思我不要記得 她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她說美國人 奔到這個田地呢 都開始反省了 反省的話呢 她在說 遺時都未晚的 我不知道以晚還是未晚的 但另一件事已經對於 世界的各個 各方的人呢 帶來一種深重的災難 我寫這句話 放下來的話呢 她就說 不行 這個是呢 是歧視 是歧視美國人 然後呢 她原先禁我三天的 然後我就說 disagree with the decision 禁我disagree 禁我四天 禁我七天 多好玩 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所受的苦 還有在獄中的傑司 黎智英 或者是趙家賢 或者是歐樂謙 或者是你看到 迎迎式式的人 黃之鋒 胡志偉 李卓人 Carol 吳敏儀 其實這些 其實我不能盡落 很多人 譬如梁天琦 他們所受的苦 比我深重很多 我還有機會說話 那你說是不是這樣 我已經很幸福呢 他不是 留得我一個地方 我已經很幸福 跟他們比我很幸福 但問題就是 因為不合理 你怎麼可以說 這些fair comment 這個fair comment 不是說我歧視美國人 煽動對美國人的仇恨 而是說 美國人在 2020年的大選裏面 做了一個決定 那個話的影響 是覺得很大 而且這場選舉 本身真與假 都是一個大問題 那現在轉變 我說為時未晚 他是笨 他是基本上 起碼這個地方 都開始覺醒了 雖然不笨 但他都起碼可以覺醒了 但他以前造成的效果 已經對世界有深重的災難 喂 我寫這件事 是有煲 有扁 跟著呢 也不會呢 煽動大家 歧視美國人 是不是 你看我這麼久的節目 你覺得我在歧視美國人嗎 是不是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這些這樣的做法 已經去到失心風的地步 他們抓住那一點就是什麼呢 在他那個超級電腦的運算上面 寫著 美國人 寫著這句字呢 後面講的任何批評的說話 批評的說話 批評的說話 為他笨呢 我沒有說他7 又沒有說他9 又沒有說他邪惡 我只是說他笨 你禁我7日言 那你很簡單 基本上是不能罵的 那如果你寫美國 那就可以了 美國 非常好 即是換言之 Facebook也好 YouTube的黃標制度也好 其實就算我拍這些片 在YouTube上 我每天都要處理一大堆的黃標問題 不斷改動我標題裡面的字 避免某些字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龍標 所以這個花了很多的時間 而這些所謂的社群守則 無論是YouTube的黃標系統 或者是這個Facebook的 或者Instagram 或者這些這樣的情況 是可以相當深重的 情況就是什麼呢 他抓住一個 在Algorithm運算裡面 抓住一個原則 就是美國人 後面有負面的批評 或者中國人 後面有負面的批評 就當我講這個歧視 當這個是 煽動對族群的打壓 各位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很多事情是不能說的 我們批評 就是Napoleon 就是講這個 動物農莊裡面的豬 我們批評一隻豬 就是批評豬呢 就是任何的說話 你氣弱的都不行 譬如黃明志首歌 講蝙蝠 講果子裡 那你是不是代表煽動到 大家對於動物的歧視呢 是吧 即是說今天 不講中國人三個字 對中人的氣躍 甚至無歧視 都可以 你說這三個字就不行 這些什麼社群守則呢 整件事 這個超級運算的機器 就像一個魔靈一樣 去籠罩著一件事 它只是機械式的樣子 去看究竟是怎樣 當我上訴的時候 還加多我四天的營 所以這件事很荒謬 所以你在未來七天 見不到 三個在Facebook出現 OK 我都不不斷 會再去Disagree 再Disagree 加到我的一個月營 是不是 即是不知所謂 甚至我會告訴你 我會把我的重心 放在Facebook 放在Patreon 以後就算寫文章來說 我都很慎重考慮Facebook的東西 Facebook這件事 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設計 隨時可以因為你 隻言半語 而之後 說你歧視 然後你每一個人 好像裝了一個 小型的審查器 在心臟旁邊 審查自己說的話 是不是真真正正 是有這個所謂的 歧視別人的問題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件事很荒謬 而這個荒謬的做法 我會告訴大家 是 我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的原因 就很簡單 就是Facebook 不是一個很適合 大家暢所欲言的平台 它的社群守則 基本上是一堆 去機械人搬運用的守則 而是可以是無靈百善 剛剛講過的例子 Love on the left bank 女子在鏡中看著自己 就說有大麻 那為什麼會有呢 為什麼會有呢 是不是 外貓攝影集 整個個貓的 說它色情內容 那你那本《反送中攝影集》 《香港2019》 都是和平抗爭的畫面 香港街景 就是血腥暴力影像 所以裡面顯然有一個algorithm 即他們的運算方式出現了大問題 第二 他們的制度就是越上訴 越重罰 第三 肯定在這個部背後 有一班從中國來的 這些左派 或者是充滿了在植谷Silicon Valley 華爾街集團的一班 年輕的左膠 在處理問題 當你批評LGBTQ+, 就說你歧視 當你覺得 去為 維珍尼亞洲 盧頓郡的這一位 被強姦的女子的爸爸申冤 那個人被視為國外恐怖分子 就說你都是terrorist 封你 不知所謂 現在甚至 我已經算是比較輕一點 剛剛講過 這個台灣書店 Moon Bookshop 甚至全面這樣 將它禁言 你說後面沒有 中國的惡勢力 在那個地方去示弱 才期 中國 繼續患養了一大班 在美國各地做內容審查的人 要麼就舉報你 report你 不斷在煎熬你 另一方面 更加派遣一些網路審查員 配合它背後的algorithm的運算 打壓 再打壓 所以有一天你看到 桑普突然在Facebook上消失 你不要覺得奇怪 這個是我被人打壓的結果 我也不會自願拔滅 但是告訴大家 譬如說 YouTube也好 會不會突然之間 有一大堆的舉報 湧現 之後呢 會使得我YouTube也消失了 所以很簡單的 這些事情 我們會覺得憂心忡忡 你說 我不用 我不做Facebook的 不做YouTube的 我自己拿來看的 就沒事了 表面上是這樣的 但我告訴大家 你便沒有東西看 你看完所有 左膠 華爾街集團 深層政府 最喜歡大家看的東西 看回共產黨 惡勢力 通過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YouTube Google 等的系統 使用大家喜歡看的東西 跟著 這些書 反送中市警察 他想 他有Facebook 自己查一查 他分分鐘被人舉報 是吧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什麼都不能做 我會說 沒有人 是做這些事情 是想煽動任何的暴力 就是忠實紀錄 當時的狀況 而這樣已經不行 去年 我記得來台灣之前 我曾經發過一段片 就是把太子站當時後 當時警察打圖人 圖人的一些對話 去說的東西 完全放在那裡 你封我多久 他無限期的封我 不告訴你 何時解封 其實最終封足我30天 Facebook封足你30天 使得你不斷飆升的Followers 突然之間凍了 然後向下降 當時我的Followers 二萬多人 突然停在地方 到現在都很難升 為什麼呢 他用一種方式 在幕後看不見的手 在控制你的發文量 即是很簡單 你看我的Facebook 本應該很好 但肯定有股惡勢力 在一個地方上 按下這個量 不讓人發轉發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manually 去轉發我Facebook 即是大家看我 喪普的Facebook 有二萬五千幾個Followers 現在呢 就凍了在一個地方上 希望大家看到這個 video呢 多一點轉發 甚至成為我們的Followers 那麼很多 我每日 我一直做 每日發二十篇post 我都很勤力的 但二十篇post 就不像以前的時候 只只上升 不是因為我喪普說的 所以呢 差了 不是 是因為有一隻 汗不見的手 在一個地方按住 按住 按住你按到差不多 就找你的post 甚至有人找你呢 兩年前寫過的post 說你那句話不對 其實兩年前的post 都沒有人看的了 這些說法 肯定呢 不只是algorithm的一種侵力 是一班 中國派出來的打手 抽著你的東西 就配合 左膠集團Facebook的社群守則 community standards 去打壓這些東西 所以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看著吧 我會認為 有些人去轉做Mivi 那就轉鬥了 不要用Facebook 但是Mivi做不起 做不起的話 我的目的就是 向越多人說我的話越好 所以我會繼續用Facebook 我是迫於無奈的 你不可以說 Facebook邪惡 我們就不用它 不用它 我有沒有No.2的替代品 而差不多這樣做路數 很難 所以繼續會用 要不是的 我花一筆錢 自己做個社交媒體 看出來好像Trump那樣 但花多少錢 接著看到整個左膠系統 Facebook 禁言 但不為言論負責 這個是 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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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數的 就是你的 不利的 有責任的 就不負 Facebook 是個什麼機構呢 所以我告訴你 這支很離譜 如果是文責自負的話 Facebook不負文責的話 現在Facebook 就這樣 那为什麽还要审查我的言论呢 你是哪个哪位的 就这麽简单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活在一个很和平的世界 是活在一个由元宇宙去载制的世界 就在我们找一集 专门讲元宇宙是什麽 开拓托 我觉得很重要 我自己当然是新手机会 最近未来这七日都会被更燃 我七日可能会更多 但是这个台湾书店 Moon Bookshop的Facebook专页 是完全被取消专页的发布 是取消cancel 是无法再使用 那你就说这件事是多麽离谱 尤其是这一场运动 那怎麽算呢 还有很多的 缅甸的一些抗争 阿富汗的一些情况 是否不给呢 但是你却去报道拜集会 这些烂日 你给他这样做 你的标准是什麽呢 文革的照片只要可以登 那你的理由是什麽呢 是吧 为什麽这些事不可以登 我们做这些事是否在煽动着 大家去上街 订砖 订汽油弹呢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煽动 OK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而这些记者 香港这麽多的记者 各方面的新闻从业员 或者是一些摄影专家 专门去做的这份反送中摄影集 我想请问一下你 为什麽会受到这类的事 为什麽会受到这麽大的打压呢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就是说 打压是无日无之的 我做的选择 就只不过是一个 相对自由的地方做 但我一己之力 没办法扭转到Facebook 这些这样的垃圾 我只是说 讲得多久得多久 也都希望尽量开拓其他空间 其他形式 和大家讲话 这件事就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这个频道 也希望多些comment like share 看完这些广告 转发 还有最重要的是subscribePatreon 因为Patreon 只是真金白银 帮到 有需要在这儿的香港人 再次多谢大家 但是呢 这件事呢 是令我相当不满 即是Facebook的这件事 令我相当不满 也都是看到 香港的反送中摄影集 香港2019被人打压 是一个很大的事 会不会迟些有些书店 买抗争类的书 都会这样 说你是煽动暴力呢 我不知道 希望不要 祝福大家 God bless you all 不 探 closer Virgin 金白银